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在看事件的热闹 还能够看议题的门道 我们有Podcast 有YouTube的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把我们的节目随时带着走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经费是由公众来集资 来捐款给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独立运作 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捐款 支持挺公库 挺灿烂时光会客室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 就是一个 我其实非常关注的议题 就是公共电视法的修法 那当然这公共电视法修法 已经延宕了十多年 那每个一阵子呢 他就会突然间出现 我们要来修法 可是其实也都没有认真 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他原因很多 跟政党的力量 跟社会的支持 跟这个法本身 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要一并的讨论是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因为这个法规的因素 也使得 这个台湾的公共电视的董事会 一直就常常会出现 非常难产的状况 所以从第五届一直到第六届 一直到第七届 其实我们公共电视的董事会 一直在延档延任 他都没有被选出来 那每一次例如说 这个第五届他就延档了968天 第六届就58天 而第七届呢 其实已经超过 已经延任了一年多 那这个原因当然 跟法规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公共电视法 关于董事会的提名审查 事实上是非常高标准 应该是全世界 某种程度上面 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也就是由公事的 由这个行政院提名 这个一定的人选21人 实际到21人 然后最后一次由 立法院组成的提名审查委员会 四分之三通过 可是这四分之三的这个审查委员 或者说这个审查委员 背后其实就是一个 依照政党比例来去选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四个委员觉得不同意 或者是他又要去背格 他就永远不会通过 那这个在过去 国民党执政时代到 民党执政时代 其实都是如此 都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公事法的修法 是非常迫在媒介 而文化部在日前也提出了 公事法的修法的草案 不过也引起了 不少的反弹 或者是讨论的声音 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来邀请到 中正大学的罗世宏老师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那世宏老师你好 主持人关老师早 谢谢世宏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想最近的公事法的修法 其实不知道 就是每隔一阵时 是要突然间 好像大家开始特别的关注 可是公共电视法长期以来 已经这个大概有十几年 要含修法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而且公共电视的规模 一直跟美改团体 所要推动的这个公网集团 或者是公事法的修法 仍然还有很大的距离 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先集中在 这一次的公事法修法的讨论 那这一次这个公事法修法 当然是由文化部主动提出 那文化部为什么会提出来呢 其实在修法说 比如他曾经这样讲说 这个无论任何政党执政 其实都曾经遭遇过 公共电视董事会 这个无法如期的这个选任完成 那比如说第五届 其实当时我们也成立一个 公共电视董事会吐槽团 就是他言认的968天 然后第六届58天 然后第七届到现在也都一年 所以为什么会修法 是因为他认为目前的这个修法 提名审查委员会的四分之三的 门槛事实上是很高 所以他有迫切检讨的必要 那我想第一个问题要请教 罗老师 罗老师其实也担任过 公共电视的这个董事的被提名人 同时也曾经担任过 其实现在应该也还是就是公共电视 董事会审查委员会的这个审查人 就你自己在被提名 或者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你的观察 我想请教你 为什么台湾的公共电视的 董事会的选任是这么的困难 是 关老师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癥结的问题 就是过去这几届都有严重难产的 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因素我想是跟我们的提名 作业提名过程以及审查的过程 是有息息相关的 那简单的来讲 我会觉得台湾的提名跟审查过程 都不够严谨 甚至有点草率 但是呢 他的结果呢 却是可能世界上最容易难产的一个 董事会 最不顺利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不够严谨呢 因为我们要选一个董事会这么的困难 而且门槛这么的高四分之三 这个还不够严谨啊 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台湾的公事董事会的这个产生呢 根据公事法的规定是由行政院提名 但实际作业是由文化部长去领选 然后向行政院建议名单 再由行政院长来提出 那提出的名单依照目前的法规呢 是17到21位 通常会提21位 逐额的提名 然后呢 再交付审查 但我们不是直接由国会来审查 我们是由一个审查委员会来负责审查 那这个审查委员会呢 是由立法院 按照那个国会的政党席次的比例 来推举社会公正人士 社会公正人士 这一点很重要我再说一遍 就是你就是社会公正人士 总共15个人 总共15个人来组成 那当然他也反映了 有可能反映了背后 有不同政党的这个力量在里面 那这15个人呢 必须要4分之3以上的同意 才能够通过董事的这个的任命 那15个 4分之3在15个审查委员当中呢 要达到4分之3其实就是要有12位同意 对 不能弃权而且一定要同意 那这15位当中要有12位同意 事实上相当有难度 为什么因为如果 通常执政党应该除了特定的人选 少数情况底下他不见得应该不会随便去否决一个行政院提名的人选 但在野党呢 有可能他就是不愿意支持 那不愿意让这个过程平顺 所以他就会有杯葛或者消极抵制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了 那如果说在野党他掌握了世袭就好 审查委员当中如果他有世袭的话 他几乎可以杯葛任何人 也就是说你提出来的人选 先假设说人选都很好的话 其实也也只要他不愿意让这个董事会组成 也就不会通过 不管是审查一次两次三次 就像这一次我们已经拖了超过两年了 已经快要打破 已经快要打破第五届的记录了 那所以我们的公事董事虽然任期是三年 但实际上运作上变成是五年六年 其实这个是世界上公事绝无仅有的一个状况 但是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焦点 特别你去强调这个所谓社会公正人士 虽然我半开玩笑说 对你就是社会公正人士被提出来 可是这些社会公正人士 当然他一定是通常都是学有专精 或者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声望 但是因为他是由政党的比例代表提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可能背后了 不见得是反映了政党的意志 但是他可能跟政党某种的观点跟想法是一致的 也因此使得这样的一个杯葛产生 或者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运作呢 有些政党在推举社会公正人士的时候 他可能就真的试图找到社会公正人士 然后呢在过程当中也不会与这个审查委员有任何的联系 或者指示好了 所以社会公正人士基本上是完全独立作业 他要同意或不同意 完全可以不管推举他出来担任审查委员的政党 那但是有可能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 某些政党提出来的社会公正人士 就有可能没有办法独立的公正的去行使职权 甚至我开玩笑说有些社会公正人士 可能比推举他政党还要更站在政党立场上 他的党性更天强之类的 那这其实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公正人士到底谁是社会公正人士 那我想这个是需要接受公平 那另外是说要有一些刑事上的一些把关的门槛 你刚才说如果你现在是党职公职的人士的话 党公职人士事实上就不应该是社会公正人士 那像过去的公事提名审查作业当中 事实上就有审查委员是现任的立委 或者是刚刚卸任的立委 我记得是现任其他是不是也是发生过类似的状况 对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 我想可以去查其实还蛮多位的 对 所以其实社会公正人士我想应该要 应该要有一些资格的门槛 就是比方说有一些除外的规定 他如果曾经担任党公职 或者是现任的党公职 事实上就不能够被推举 因为如果他是现任的党公职可以被推举的话 那就不如让国会直接来行使同一权 所以社会公正人士怎么推举他的资格 他的标准 以及他占的比例 恐怕都是这个影响到这个公共电视 董事会怎么产生 以及产生的什么样的这个董事 或者是甚至他不可能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看到第五届或者是第六届 虽然第五届延宕了快将近一千天 那第六届其实也有58天 可是终究还是选出来了 那或者是说其他各届第三届 第四届可能也都很顺利的产生 所以这个是这个法规本身是有问题吗 还是这个更清楚的是说 是这个社会工作人士有问题吗 或者是说根本就是这些候选人有问题 那为什么以前能够选出来 而在有的时候他又选不出来 对我想很多程序都有一些潜在的瑕疵在里面 容易导致这个人为的操作 然后导致只要有一个有一个关卡 是有人为操作的介入的话 那整个作业就会停摆 那我想当年的公事法有它的时空背景 因为在1997年我们通过公事法的时候 虽然已经解除戒严 但是台湾从来没有政党轮替的经验 而且过去的国会呢 虽然在97年的时候国会已经全面改选 但是国会的生态事实上 一党独大的情况还是蛮明显的 那所谓的一党独大就是说 执政党几乎都是有掌握了不只是二分之一 而且是通常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 所以当时的这个立法 没有考虑由国会直接来行使同意权 跟其他的一些公共职务很不一样 而是另外去成立一个间接的检查委员会 我想这个用意 就是说希望是由社会工作人士 不是直接的单纯的反应党意 因为党意跟民意还是会有落差 另外就是说四分之三这个门槛 确实是全世界最高的门槛 我想如果国会四分之三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通过了 已经达到所谓的销线的这个门槛 那社会公正人士四分之三 过去前三届都其实是很顺利就产生 我想有一个真结在于说 可能过去台湾对于社会公正人士 还是有比较大的信任 就是这种朝野对立跟撕裂 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 大家基本上还有一个互信 或者是共同追求进步的一个愿景 那所以对于社会公正人士 基本上会有一定的尊重 就是说当这些社会公正人士 也会比较自重 老实说 就是说我也不愿意被视为是反映了党义 所以在这种综合因素之下 社会公正人士所组成的这个审查委员会 还不会说出现恶意杯葛的情况 因为如果要恶意杯葛 其实前三届也不会通过 前三届也很难通过 因为少数党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世袭 或者少数党的联合起来之后 还是可以取得世袭来杯葛整个过程 那到20年之后 20几年之后到现在 我们已经从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 都发生了一个问题 理想上应该是要无缝接轨 就是说任期到了之后 董事长就离任 而且新的董事长事实上早就已经产生 在那边备位 已经在做旧职前的准备 做好他该做的功课 然后任期时间一到 旧的去新的上任 这就是会可以让公事的运作 可以很正常的状况 对对 但是从第五届开始就复杂化 而且这个制度已经被严重的扭曲 跟操作 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文化部其实或者行政院 大可完全摆烂不管 就是说反正现在公事的董事会 他们也愿意继续来看守 继续来执行他们的职务 而且然后在野党好像也不在乎 董事会要不要组成新的董事会 所以在行政部门带舵 审查委员会跟立法院 也都不在乎的情况之下 不要说延任超过九百多天 或者是两年 三年四年都有可能拖下去的 所以必须要解决 那解决的方式呢 这一次其实文化部提出来的修法版本呢 其实有几个重点 在这个董事会产生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把董事会的组成人数 由最多二十一人降到最多十五人 二十一人降到十五人 我想这个人数的调整是合理的啦 因为世界各国的公事的董事会 大概都是有九位的 有十二位的 有十四位的 那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大这么多 这其实这个董事会 二十一人的人数 也是在当时林医师提出 要修改公事法 然后要去扩大 让当时的国民党 是有可能进入到 这个董事会里面 所做的一个法案修改嘛 对 其实这是很可惜 因为过去二十多年来 公事唯一真正实质修法 就是修改了一条 就是把人数从十五位提到二十一位 让刚刚正党轮替 也就是第二次正党轮替的 这个执政党 能够鼓提名更多董事 进到董事会 那后来当然也产生了 就是发动改选董事长的 这个分分牢牢 就是世界的这个分分牢牢 那我接着说 第二个这一次修法的重点是说 在行政院在提名的时候 就必须要告诉外界 谁会是他预定的这个董事长 也就是说提名是指定一人为董事长 那这个修改呢 引起外界蛮大的反弹嘛 因为东小你也应该了解 就是说 有人说怎么可以由行政院去指定董事长呢 这不就变直接官派了吗 这不就变成是政治黑手要升进公司了吗 我想大家有这样的误解跟疑虑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制度有做这样的一个一个调整 或者打算做这样的调整 不过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就是说其实世界各国的公司 就我们说的BBC啊 英国的BBC 加拿大的CBC 澳洲的ABC 世界各我们可以可以找得到的一些 所谓的公式的比较好的一些典范 先进国家的经验里头 几乎都是在提名的时候 行政部门就要负责任的 对社会各界糟糕说 我打算找谁来当董事长 这个人应该是四任四格 是一个合适的董事长人选 然后来进入这个提名审查的作业 那当然互选制也是有 那比方说日本的NHK就是互选制 对 那不过他几乎是我们可以找得到的 唯一的例外 那我想日本有他的一些特殊性 那另外就是说 日本的董事长虽然是由董事去互选 不过他所有的董事都是由国会 办数以上的这个通过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执政长事实上提名谁 在没有意外的情况底下都会当选董事 所以由这些董事互选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概跟执政党想要的主义的人选 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或者是出入 我想这个 实际上是一样的 在过去台湾的公共电视的董事长的选举 虽然是推选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但是明眼都看得出来 这个在提名的时候 谁有可能会担任董事长 大概都已经很清楚了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更重要的是 那把这个东西都公开出来 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责任政治 要不然其实常常会把这个所谓的董事长 推选的责任 其实背后可能真的有一些政党的意识在里头 可是他把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责任 都转嫁给这些董事的其他被提名的董事 然后他们推举而产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请教 就是那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门槛要从四分之三改成三分之二 这也是很多人所疑虑的 虽然他可能比较容易产生董事 可是会不会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社会贤答的问题 可能已经还是存在呢 政党的意志可能还是存在呢 而在这种降低门槛的情况底下 会不会使得这个政党要去控制公共劣势 它是反而是更容易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之后继续的讨论 所以原则上我会支持这一次文化部 关于董事会产生方式的修法 我也会希望在野党跟社会各界 能够善意地来理解这个修法的必要性 跟对于公式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 当然如果用严格的标准 我会觉得这次修法 其实还不是完全理想 只是说能够解决一些蓝莓之期 欢迎再次回到 《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相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捐款的支持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我想捐款不只是给我们在经济上面 能够继续有资源往前走 做更好的节目 同时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工作者 包括工库的工作者 一个非常重要实质的一种鼓励跟肯定 而且欢迎大家来 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支持我们的运作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罗世宏教授要谈的是 公共电视法修法的问题 世宏你好 我跟关老师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也把这个修法的背景 以及在过去修法过程当中 超越到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干预 使得这个公式选任的过程 跟结果事实上 它都是一种困难重重的情况 那但是回到我们的法案来做讨论 刚也谈到了这个董事长的 这个选任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其实很大的一个争议就在于 原本的这个提名审查委员会 四分之三门槛通过改成了三分之二 虽然我们刚刚知道 这个在过去 为什么四分之三事上是有 他的这个历史背景 但是四分之三的状况底下 那这么高的门槛的背景 一样可能会有审查委员的一些状况 可能会有一些政党的抑制 可能会有一些刻意杯葛的这个问题 这个刻意杯葛 不论蓝绿的政党 事实上也都发生过 也都出现过 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但是把从四分之三降到三分之二 虽然是比较容易这个 选任通过这个所谓的选举完成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就不会发生了吗 那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果发生 那是不是更容易让这个政党 去掌握控制董事会的习制呢 对我想公共电视呢 它是属于全体国民 跟灿烂时光一样 是具有很高的公共性 它的运作呢 一定是需要建立在这个独立性的基础上 那这个是受到公事法的保障 而且公事的员工 也逐渐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那门槛的这个部分固然跟 跟公共的这个独立性有关 但是它不是那么那么的 那么的关键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门槛并不是说越高越好 那四分之三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 公共电视的总监视产生过程当中最高的门槛 那我们实践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 也就是从第五届开始一直都难产 董事会的这个状况 导致公事的运作没有办法顺畅的进行 那事实上是侵害了全民的利益 也妨碍了公事的这个正常运作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归说 公事董事的这个产生 并不是说不同政党之间要 你卡我我卡你互相卡 让他难产 这个是符合全民利益 事实上这是不符合全民利益的 所以应该是说 我们如何选出好的董事 然后能够有足够的代表性 然后有足够的专业 有足够的独立性 然后能够帮全民来监督 跟治理公共电视 然后能够去深化我们的民主政治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顺利产生 这一切都都是都是白搭 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所以必须要让他能够运作 那因此呢 四分之三显然是有问题 已经有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那比较合理的方式 当然就是要降低门槛 那这一次如果要能够把它降低 为三分之二的门槛的话 好像是降低了 但事实上全世界来比较的话 三分之二还是比较高一点 虽然是世界上最高门槛 因为我刚刚说日本的是国会二分之一 然后其他国家包括BBC 甚至他的同意权的行使 不是用这种表决的方式 国会表决的方式 所以其实重点在于选出什么样的人 然后让我们能够为公共电视的监督 跟治理负责 然后能够受到外界 能够得到外界的问责 那这个才是这个实质 所以我接下来 我大概稍微讲一下 就是关键在于提名跟审查 那目前我们这一套制度 不受到足够的信任 我想行政部门 还有这个法律本身 还有就是审查委员会的这些机制 在实质的运作上 都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魔鬼事实上是在细节里面 如果我们参照先进国家的经验的话 应该是说在行政部门提名之前 应该要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公开领选 跟审查的程序 也就是说事实上提名之前 人选就已经被审查 就这些人是不是符合担任公事 董事 或者特别是公事董事长的一些条件 比方说他具有专业能力 符合不同领域 不同地区的这个基本标准 然后呢 他能够有过去的这个表现 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跟公信力 然后他有专业的知识 然后能够了解这个产业的变化 跟公共电视未来面临的一些挑战 这个在实质上要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现在公事法里面也有提到 有族群代表要有各式各样的代表 这个还不足够吗 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黑箱了 当然我知道文化部长在找人的时候 事实上是花费很多吸血 但是我们的法规里面并没有明定说 他到底怎么找人的 那如果先进国家经验的话是说 虽然他们是由文化部长提名 但文化部长提名之前 他们会有一个离选委员会 由文化部跟外部的具有公信力的单位 以及类似像台湾的考试院程序部的 这样的一个机关来协助 让他们能够公开的把他们的人选的需求公告 然后接受外界的致建或者是推荐 来进入到这个候选人的这个pool里面 那这个离选委员会就独立运作 独立运作之后呢 在这个有点像海选 但是保密的 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应征 去参加这个离选 那这个委员会就可能就是由这个 像加拿大话是9个人 像英国的话是5个人 这5个人组成或9个人组成的选选委员会 他们会是独立运作 根据这些标准去进 就其中合适的人选去进行面谈 然后呢找到这些人当中 特别是适合担任董事长的人选 他们就会推荐一个名单 比方说最近BBC最近的一次作业 就是推荐了5位适合担任董事长的人选 推荐给英国的文化部长 那文化部长呢 他还是有他的行政权 他可以就这5个人里面去进行了解 甚至进一步的面谈之后 决定其中的一位 那另外4位呢就是不公开 因为有可能还会再用到 假如他提名的这个人 没有通过后续的审查 跟同意的这个作业的话 所以他就在这个 林选委员会建议的 董事长人选当中 5个人当中去提名其中一位 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 有一定的透明度公开公平性 不像现在我们并不知道 文化部题的董事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那如果我想当董事 我有没有机会 也没有 所以过去就被批评说 是荣应台的朋友啊 是郑立军的朋友啊等等 这样的批评其实是有点苛刻 不尽公平 但是如果这个林选作业 没有办法更透明公开 更公平的话 事实上会有这个质疑 那你当然质疑的人会说 那最后还不是由文化部长来 决定最后的这个人选 对啊 其实在各国事实上 行政的权责相符的情况底下 他必须要对他提名的人选负责 所以你也不可能 不可能不由行政部门来 做最后提名的这个指定的这个人选 这个在行政程序是必然 它也是一个责任政治 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 总不能说我到底是怎么出来莫名其妙不知道 那就像你刚刚谈到台湾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名单就有所知 可能文化部或者是过去的新闻局 他可能会四处去征询 但是征询像谁征询 征询管道是什么 我们其实都不清楚 那征询完之后呢 他可能就会私下去问每一个可能被推荐的人 或是他主义的人 然后再问他你愿不愿意来担任这个董事 然后就这样一个过程吧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过程 可是刚刚就像你说的这个 虽然我们的四分之三的门槛很高 可是呢 其实他严谨度是有问题的 那你刚刚举的其他国家的例子 他的严谨度就是 我在提名之前 我就是一个有一个明确的法规 明确的资格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同时他有一定的公开透明跟独立性 这个公开透明独立性 是我在交给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因为他有他的责任政治 有他的提名的权利 然后提名之后再交由国会去进行审查 那这个就是一个大部分的国家 或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公共媒体 他们会所实施的一种方式吗 对 那如果以澳洲来说的话 他们在决定董事长的提名人选之后 总理也就是首相呢 会跟国会的这个反对党的领袖 国会的反对党的领袖 去咨询对方的意见 说我打算提名某某某 为公事下一届的董事长 你对这个人选有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他强烈反对 或者他很反对的情况底下 也许执政党就会重新考虑 那就会回去就原先的那个 领选建议的这个董事长 人选名单里头再去找 可能会被反对党接受的人选 所以这是政治的艺术嘛 要尊重这个在野党的意见 不过如果你提出来的人选不错 我想在野党在得到一定程度 尊重的情况底下 在野党的领袖 可能也不会觉得这个人选还OK 对不对 或者他会很愿意支持这样的一个人选 能够去担任公事的董事长 所以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咨询 不过是一个必要程序 那如果反对党的领袖没有反对的话 那这个提名作业就会往下走 往下走呢 在澳洲就比较简单 澳洲的话就是就进入到内阁会议 也就我们的行政院院会去通过 没有送到国会去表决的 因为已经问过在野党的这个领袖的意见了 那在英国的话 在英国的话如果提名的人选决定了董事长人选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提名的理由书 把提名的理由书洋洋洒洒的 当然也不是这种不是长篇类读的啦 大概就比这一次最近一次大概就七页的这个理由书 有文化部提出说为什么这个人适合当下一届公事的董事长 他过去有什么样的资历跟条件 为什么他是符合BBC未来这四年的挑战 他会是最佳的人选 那这个理由书送给国会 但并不是由国会整个院会去审查 而是由他们的教育委员会 数位文化媒体体育的委员会 跨党派的这个委员 大概有十位 他们组成一个审查小组 组成一个审查小组各党派都有 那是不是完全按照政党比例我不确定 不过至少他是兼顾了各党派的审查委员都在里面 然后由他们根据外界对这个董事长人选的各种评论跟意见 因为人选已经公开了嘛 在这个阶段已经公开了 他就要接受外界的检视 然后在他们详细的检阅这个提名理由书之后 就会举行这个任命前的这个听证会 是公开的听证会 听证会上由这个跨党派的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国会委员国会议员来提问 那比方说他可能提这个非常多的问题 可能提了一百个问题 这次确实是提了一百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包括有很尖锐的 有很直接的 甚至有很敏感的一些问题 以及包括包括他的他的各方面 过去的一些可能的争议 或者是一些过去的一些公共的一些记录 以及他他要接受咨询 就是未来他担任公共电视的董事长 他要怎么去处理一些棋手的问题 就是一些具体的 比方说员工薪水的问题 他要怎么处理 比方说这个数位化挑战 他要怎么面对 有关OTT的挑战 他要怎么面对 是一个真正的考试了 对等于有问了一百题 而且是很严格 而且你不能回避 你必须要当场的很具体的回答 然后这些记录都是公开的 那他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 这跨党派的这个审查委员会 就会在一定时间之后 出具一份 知不支持这个任命的一个报告 把这个报告送给国会 而且公开 那在过去的惯例里头 还没有出现不支持任命案的 基本上会支持 但是其实他就是符合了 就是说从提名之前的公开 临选审查已经审查过了 因为不适格的人就已经被刷掉了 然后再来又做到对于当事人的一些 各自的保密 以及公平竞争的体会之下 公开提名出来之后 接受外界社会外界 以及国会跨党派的这个监督跟审查 那通常在这个严谨的程序之下 反而是很平顺 反而虽然人选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完美 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选非常百分之百完美 或者没有任何争议跟任何外界的这个质疑 但是大体上是民主社会 而且符合公共电视需要的 而且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人选 然后我想这样就这样就不会说是一个 在政治算计或者是党同罚意之下 选出没有办法选出公共电视适合的董事长人选 然后也会变成甚至导致公共电视的运作被瘫痪 我想这样听起来 其实你会看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公共审议 或者是某种程度的专业审议 而这个审议它是具有一定的公共化 那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在审议 可是它的资料是一种公开透明 它就是一种公共化的历程 那当然相对于看到台湾的这个审查 你就会发现 哇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严谨 但是其实是很很随意吧 或者是很不严谨吧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 这个董事会在过去的提名过程 公司台湾公司的董事会的提名过程 事实上是某种程度的 你要说它黑项也好不透明也好 我想都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可是回到那个审查 我记得以前我还蛮关注 有一阵子我还蛮关注在公共电视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审查委员 他其实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他到现场才知道他要审查谁 然后他可能只是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只是简单的学经历 他的相关的资料也都非常非常的少 或是根本就不存在 然后还有审查委员审查到一半 他就跑走了 他就说我去忙别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后来是因为民间团体 一直要希望这个公开程序 审查程序是公开 那但是后来即使是直播 你还是看不到任何实质上面的审查 这个相较之下你会发现 哇这个两边所谓叫做严谨 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谨慎 他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吗 对我想我们的审查 我刚刚说我们的提名作业其实是黑盒子 就因为没有事前的这个公开离选跟审查 那到了这个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 所组成的审查小组的审查 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草率 那他是首先他反映了政党比例 但这个其实本身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由国会来直接审查 其实也是会反映政党的力量 对那真正的争结在于说 虽然我们现在后来已经改成了 是现场直播 但是正如管老师所说的 审查委员呢 事实上是在审查前 不很长的时间才拿到这些候选人的资料 那虽然可以Google一下这些人 但其实有一些人外界并不熟悉 然后资料也其实是很简略 而且没有这种当场可以寻达的这个过程 那因此呢 这个等于只是审查委员集合开会 然后他们就是这个 只是泛泛的说这次人选好或不好 事实上没有针对每一位个别的去讨论 然后而且因为涉及到人 所以他的表决是匿名表决 所以四分之三很容易就会难产 就是几位跑票或几位不投或几位否决 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被否决 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通过 然后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对于被审查人也是非常不尊重 那这些人事实上是志工 也就是说他们事实上都是有各有学友专精 或者各自有各自的专业跟事业 他们担任公司的董事事实上是一个无几职的志工 然后以后每个月还要去开一次会 然后是没有拿薪水的 那但他们莫名其妙的可能就在这个审查委员会里面被否决 被否决 甚至可能被输入 对想要当志工都不行 可能被批评说是什么文青 可能被批评说是什么的 没有这个财务管理的经验 或者是没有好朋友 或者是什么 就是他连他自己要去说我有或是我没有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更何况那个更荒谬的是 台湾的公共电视的董事是除了董事长以外都是无几职 当然有些户家有是有几职 有些是部份有几职 让他们不一而足 可是其实在台湾其实经过这么严格的审查 可是他能够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得到的回馈 相对之下其实是不多的 对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台湾的公共电视的董事会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就是说台湾的公共电视的董事会 只有董事长是有几职 而且是专任 然后其他都是无几职 那国外的话是有这个专任也有兼任的 那但是国外的审查 其实我刚刚前面说英国或加拿大或澳洲 他们真正的这种比较严格的离选跟审查 主要是针对董事长 主要是针对董事长 然后董事的部分事实上只是 要看他有没有反映地区专业 族群的这个多元性 他甚至不一定要是媒体专业 甚至不一定是要社会精英 他必须要反映社会足够的多元程度 因为他是代表全民的 代表全民的 不是只代表精英跟白领的 或者是多数的族群 他事实上是多元 所以那如果 况且其实更何况国外 其实这些这些董事 不需要经过这么严格的这个审查过程 他都还有一些是这个有几职 那台湾呢是说都是无几职 然后呢 而且 而且他 他并没有办法去对公共电视 负起那么大的 这个监督责任的情况底下 被放大镜的检视之外 还因为政党的这种偏见去 去任意的把它否决掉 过去有太多 太多这种例子 造成说 其实现在行政院在找这个董事候选人 我想这个 很多人大概都会婉拒呀 因为没有任何好处 然后只会被修入 而且显然不会通过的几率很高的情况底下 所以原则上 我会支持这一次文化部 关于董事会产生方式的修法 我也会希望在野党跟社会各界 能够善意的来理解这个修法的必要性 跟对于公式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 当然如果用严格的标准 我会觉得这一次修法 其实还不是完全理想 只是说能够解决一些蓝莓之急 对 我想这是一个蛮重大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是拖延很久 然后看起来又是有点复杂的议题 我们今天光是讨论公共电视法里面 有关于董事会的选任程序 其实是我们就讨论了蛮多的时间 而且还没讨论完 所以在这次的公式法里面 其实也包括公式的整个任务的调整 以及可能包括预算经费的编列 还有包括员工董事的正式化的 这样的一个历程 都还有很多要讨论 更何况从整个公广集团 整个公共广播电视法的角度来看 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节目必须要在今天先在这个时间 先做结束 不过我们之后还是会再邀请罗盛宏老师 来持续来跟我们谈一下 台湾公共电视法 修法到底面临到了哪些问题 以及更重要的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今天非常谢谢世宏来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谢谢关雄老师拜拜 拜拜